大家好,我是星君 由于闲来无事呢 二人最近与另一名陌生的黑客叫上了劲 估计呢,对方也是高手 曾多次黑进男主的服务器 这让他很愤怒 于是在一次送别女友的途中 三人就顺便查了查那名黑客的地址 准备去教训他一番 到达目的地后呢,已是深夜 而空洞当的房间里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 难道这是一个陷阱吗 男主感觉不对劲 此时外面的女友突然尖叫了起来 二人赶紧跑出去查看 但随即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吸到天上去了 而等到男主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坐上了轮椅 并被关在了一间大屋子里 身边呢,全是穿着防护服 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 男主呢,一脸懵逼 什么情况这是 脑子里也是一堆的问号 这是哪 好机友与女友在哪呢 对着窒息疑问呢 男主就向老黑询问 但对方却故意避开男主的话题 并只是测试他一些简单的问题 这种男主有些不耐烦 但老黑却告解男主 他那天晚上呢,接触过外星人 很可能感染了疾病 必须要留在这里接受治疗才行 男主呢,假装答应 背地里却开始计划着该怎么逃脱 但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而奇怪的是 工作人员对男主的逃脱 却一点都不生气 这种男主很惊讶 终于有一天 男主见到了同样被抓来的女友 并得知了好机友其实已经逃了出去 男主很是激动 一不小心跌落到了床下 然而翻开床单的那一刻 男主直接被吓坏了 自己的双腿竟然已经被改造成了机械腿 而女友也变得神志不清 很显然也被改造过了 愤怒之下 男主爆发了超能力 用机械腿直接踢开了门 逃离了实验室 但逃到外面后 男主依旧是一脸懵逼啊 外面无论是司机 酒吧老板等所有人的行为举止都很奇怪 说的话也是莫名其妙 而且求救电话也打不通 无奈之下 二人只能开车继续往前走 但无论走哪条路 似乎都是回到起点 什么情况这是 难道这是在做梦吗 不过幸好男主在外面又碰到了好机友 而很显然 他的身体也被改造了 胳膊被换成了钢铁的 就这样的三人继续出发 但最终还是被老黑的手下给拦了下来 危机时刻 机友挺身而出 手臂爆发出了超能力 一拳打乱路障 掩护人离开 机友则不幸被打死了 尽管男主很伤心 但也只能继续前进 来寻找这一切的真相 但最终在一处峡谷 二人还是被老黑抓住了 老黑也终于承认 自己呢其实就是外星人 他之前冒充黑客 为的是引诱并抓住男主 而是他们创造的一个虚拟世界 男主非常的愤怒 双腿又爆发出了超能力 一阵快跑 躲过了所有的子弹 而且由于速度超快 男主最终跑出了虚拟世界 而来到现实世界后才明白 原来自己正处在一架外星飞船上呢 而此时老黑也摘下了头套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后脑勺居然是露空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黑确实是外星人 而看着眼前浩瀚的宇宙 男主崩溃了 故事呢到这里也结束了 本篇是一部小成本的科幻电影 剧情呢有些烧脑 外星人抓人类做实验的电影 看过很多 这部倒是能让人耳目一新 最后呢 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要你改造身体 你最想让身体的哪个部位变强壮呢 或者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呢 欢迎大家评论告诉我 另外喜欢听星期讲故事的 也别忘了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